10月16号零时23分 神舟13号载人飞船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10月16号9058分 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他们将执行180天组合体长期驻留任务 这将是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 这是北大荒农肯集团秋收作业现场 截至10月16号 北大荒农肯集团粮食作物收获全面告捷 预计总产量达460亿斤以上 比去年增加30亿斤 10月15号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大海林林业局双方林场的中国雪香景区迎来第一场降雪 以往每年10月初雪香就会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雪 今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的稍晚一些